28岁的莫哈默拜哈奇和26岁的莱拉都曼 昨天在霹雳十兆远海军扣留所处死 警方深入调查后意外发现两人生前怀疑遭到虐待 尽管海军部队昨天发文告知 两名死者的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 但根据两名死者的解播报告 两人的死因是因为肺部出血和软细胞组织有创伤 因此初步相信两人生前怀疑是遭到顿悟打伤或残酷虐待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迅速逮捕三名在扣留所值班的人员归案 三名嫌犯的年龄介于29岁到44岁 警方今早将三人押上庭申请延扣 获得推示批准扣留他们7天到10月7号协助调查 警方昨天也向其他扣留所当职的海军录供 同时也调阅扣留所的闭路电视 充公手机和警棍转开详细调查 当局将以谋杀角度彻查案件 另外在吉安丹哥打巴鲁 在大约200名亲友海军代表的陪同下 莫浩默拜哈奇的遗体 今天清晨大约6点 安葬在巴西顿波墓园 对于弟弟的遭遇 莫浩默拜哈奇的姐姐表示失望 希望法律能还给弟弟一个公道 另一名死者莱拉杜曼同样也在今早9点半入土为安 留下一双诺利亚和一名只有四个月大的孩子 MTV7 中华报道